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终于来到大结局 接着瞧黑鲨冰封4系列的机会烧上红薄飞制 究竟谁能治罢,谁又将被打爆炒家 时射的时候各几个正好一较高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黑鲨有三款,但其中冰封4毕竟并非本段位选手 不进行深入探讨 以冰封4 Pro和此系为主 老样子未节省时间,这两款已经提前柴不领岁 孩子等哪里有必要,哪里咱再逃出来扯 冰封4系列上手不知道是设计师突然有点开悟 还是身形微猛的缘故,莫名的压迫感宛如缠绕着霸气的利剑 刺破散热器普遍低误的迷雾,是直戳双目 坚固神秘奢华的经验,黑金配色 更仿佛令周身每一个元素都隐隐的在捣鼓绝非俗物 可以说高级感这块是妥妥的拿捏了 即使标准版也没有因为主打性价比而导致看起来格外廉价 三个版本中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瓷西版 尽管这玩意严格讲竖直上并不算小 但一方一元的形态,手感却出奇的好 大量有机曲线抹平了棱角,控制身材平衡功用的同时 让整体轮廓都好像有来空气动力学的感觉 精致之余,极富速度感与科技感设计完成度非常高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联名三体做了个水滴版的原因吧 两者之间的确沾了些异曲同工之妙 可能有同学会说熊猫配色看着有点奇怪 别着急,通人店你就不这么觉得了 由于本次黑色RGB极度的炸裂 那个圈其实是个减光的柔光罩 黑暗环境下侧面关桥也能让等待产生突出机身的3D效果 但是即便进行了减光处理 也丝毫不影响晚上打游戏的同时欣赏激光 这玩意当真猛的难以形容 犹如投影仪,凤眼望去 说是散热器界的第二 个人觉得应该算没有人敢成第一 好了,所以你喜欢本次黑沙冰王4系列的设计吗 你又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 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 安装方面,磁吸版并未附带磁吸片 如果想在没有那只磁吸的手机上使用,则需额外购买 或者利用附带的夹扣直接转为背夹 实测夹持范围足够覆盖一般的主流机型 直至与散热器之间为纯卡扣连接 不排除频繁拆装,磨损导致松弛的可能 另外看起来似乎会阻挡一部分风道 是否会对散热效果产生影响 后面实测的时候再来验证 黑沙本次的一大亮点 全系配备了通用四分之一接口 可以直接安装到你手头的各种架子或者杆子上 免去手机甲与散热器重复安装的痛苦 尤其方便直播等固定机位场景使用 其中自一版在背夹形态下甚至整了两个接口 具备扩展属性 等于夹扣弹王力道十足 也就是说甭管继续加手机还是加灯光 只要有需要 哪怕你挂个监视器上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但需要注意的是 黑沙这个四分之一接口螺纹的扣数偏少 相对有点浅 诸如常见监视器云台快拆板等等 并非所有的设备都能拧到底 最要是带点自调节的类型 方能稳固 简单了解 握尺上甚至比红膜还清还窄的标准版 自无需多言 Pro以及磁锡板 尽管个人觉得尺寸与重量 仍在正常可接受范畴 不过如果你是小屏手机 习惯了轻巧鲜薄 尤其长时间使用 不免还是会感受到一定压力 两株小小的点 一个是Pro版的金色底板 商机后在调整冷面位置的过程中 可以起到很明确的指示作用 非常直观 再一个是磁锡板虽然感觉上有些宽 但因为边缘的弧形设计 实际使用和传统原型的区别 并不会很大 比如香脚红膜的直边 位置依然可以更靠近主板 自细方面 不同于非制红膜的单边磁铁两到三半 黑砂每条边都是一块完整的大尺寸磁铁 iPhone 15 Pro Max为例 确实不同反响 实测最多可以穿透19张变强值 约1.71毫米 仍然能够吸得住 咋说呢 难怪合理没带磁锡片吧 极味的冷面接触面 除了红膜格外大些 其余基本都在2900平方毫米左右 区别不大 但冰红4 Pro和磁锡板的制冷片 就要大得多了 相对接触面的占比 也双双超过50% 达到55%左右 两者制冷片规格完全一致 深度定制甚至还印上了logo 另外可以看到黑砂制冷片上 同样是多一组线 内置了温度传感器 为无极智能控温 提供精度支持 这样看来三个品牌当中 最简陋的恐怕就是红膜了 哥们因为本身没有温感 所以自动模式只能仰仗手机回报 使用时需要APP常驻后台 如此一来 在精度与速度 或者使用范围等层面 相对就都略显捉襟见肘了 巨龙版背夹款冰红4 Pro 保持了铜板加铜箔的双场设计 总体厚度大致0.35毫米 有点离谱的是磁锡板 这玩意单体计怼到了0.3毫米 几乎是飞制的两倍 夸张到隐约甚至有点追手 同样最高档位 在开机一分钟左右拍摄的 红外热力图中可以看到 受制于面积 红膜此刻冷量尚未完全到达远端 冰红4因为是单侧夹扣 所以其实制冷片没有在中心位置 而是略偏下 缺点你没法像4 Pro一样 装载后仍能调整位置 优点 广义而言 正常情况下最冷的位置 始终都将在相对靠近主板的一侧 主板方面 几乎可以说一打眼就能看出 飞制与红膜相搅黑刹 做工根本就没在同个位面 轰摸未见任何明确防护措施 飞制也只是涂了少量的三方七 反观黑刹则所有元件 都做了全面的防水 就没有哪个玩意儿是裸露的 同时不论按键还是接口 也均采取了实打实的橡胶防护 最后背面还有整体隔热 做到这个份上 说是无懈可击 固若金汤 好像也并不为过 周全程度远在另两位之上 除制冷片外 冰封4 Pro与刺激版的风扇 也是完全一致 只是受限于设计与身形 刺激版三尿片相对小一些 三尿风套大致三点关注 首先众者都知 红外热力图中 颜色的显示是相对值 而非绝对值 尽管视频中看起来 仿佛温度不低 但其实本次黑炸 不论壳体一会儿出风 连带内部的三尿片 温度都并不算高 如果考虑制冷能力 横向探导的话 甚至可以说是偏低 比较凉快 然后冰封4 Pro为例 红外视图中 顶部看起来非常小 并非因为出风少 而这哥们似乎向下的风压更强 出风明显上扬 角度更大 能让热量尽可能更多的 避开使用者或者手机 最后隔点的壳体 均对出风具有较强的整形效果 磁吸板为例 中间能恰好规避夹扣与电源线 当然实际当中 会不会出现影响效果 或者热风反向加热的情况 我们后面再验证 噪音方面 不论背夹款也好 还是磁吸板也罢 一如红膜 毕竟都是上下出风的设计 最安静的仍是非智 冰雾4Pro稍弱一丢丢 磁吸板则与红膜比较相似 三分之一被评程分析 4Pro噪音总体偏向超低频 磁吸板正好相反 超高频比较多 虽然两者都有些笑交 但磁吸板更加明显 当然以上仅仅只是理论 实际听感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感知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简单听听看再做决断 最高档位10分钟空载测试 看起来27瓦的黑刹个脸 近乎是展开了碾压式的降维打击 另同样27瓦的废制 与号称36瓦的红膜 毫无还手之力 场面一度甚至有些残忍 关键进入稳态之后 不论冰雾4,4Pro还是磁吸板 最冷点温度 黑刹全家就都再没有过回头的迹象 最终冰雾4Pro与磁吸板 凭借不到24.5瓦的平均功耗 即砍下33摄氏度以上的降幅 进入面中心最低维持在零下8摄氏度左右 参考飞制与红膜 领先出的神位 甚至足够塞下15瓦的冰封4 转换效率齐高 自适用模式 我也通过模拟负载的方式简单试了试 因为红膜没有内置稳感 所以冰封4瓷吸和飞制B7X为例 25摄氏度室温大致42度 恒定负载下两者调度方式大相径庭 黑刹肌肉冲高 然后回落稳态输出 功率基本就不再变化 飞制则阻打不同程度的疯狂便秘 始终都在调整当中 只是除了忽大忽小的噪音有些困扰之外 似乎并未能取得太大成效 两位冷面温度在7分钟左右短暂相交 然后便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黑刹四有欲战欲勇之向 直奔5摄氏度而去 而飞制尤其12分钟后开始明显反弹 回撤2摄氏度 20分钟最终两者平均功耗 极未相近均补到11瓦 但黑刹这边温度平均低了1.72摄氏度 最大低3.2摄氏度 接下来上级实测 于心不忍为照顾红膜情绪 给小红一点主场游刺应该并不过分吧 选择背板甚为平坦的红膜U Pro 作为本次平台 然后今天毕竟既有磁吸又有背夹 为兼顾效果与统一变量 装载位置就用背板中这个数字的下眼 作为上线 烤机中统一双扇叠加 另外由于冰宫4磁吸板没有附带磁吸片 这里使用B7X的磁吸片临时替代 尺寸基本是吻合的 3DMAR烤机 结果相当炸裂 飞制与红膜相搅黑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来到了近乎翻倍的境地 已然超出碾压范畴 变成了单方面屠杀 只见冰宫4Pro砍瓜切菜 如入无人之境 极致红膜9Pro风批输出加深 也难逃就地冰封 周身五面最终点平均温度 爆降17.12摄氏度 CPU下降14.8 GPU下降16.5摄氏度 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 当你以为广告中的下降幅度 只是拿制冷片点温度说说而已时 没成想实际 黑刹却是直接怼结了手机脑子里 当然严格讲 绝对降幅应该没有这么夸张 毕竟因为伴随温度下降 手机的输出也下降了一瓦 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有意思的是 紧随4Pro之后的磁吸版 装载夹扣 非但没有对效果产生什么显著影响 实际最终反倒要强于使用磁吸片 等一下 明明是正常逻辑 为什么要锁反倒呢 难道有点被红膜的塑料孔怎么咋子了 30摄氏度最高画质原神 这里有点不一样的是 红膜9Pro内置风扇为统一关闭状态 并且30G全部使用自适应档位 注意不是最高档 别看洒皮了 总体情况和刚才的考骑结果 倒也没啥大区别 最猛的仍是冰封4Pro 手机周身平均温度 直接从47.32 干到了低于体温的35.38摄氏度 装载夹扣的磁吸版为36.02摄氏度 微微弱一点 实际当中应该几乎无法察觉 总体即使是这样略显严苛的环境下 哥俩的自适应智响模式 也全都丝毫不差的达成了 宣传当中所述的微量手感既定目标 至于飞制油膜 两者中还是前者更强 而同时拥有最高的宣传功率 以及平台主场优势的红膜5Pro 不得不说确实稍微有点陷入了尴尬 软件方面 总共有静音超频智响三个档位选择 单机物理按键 即可在不打断游戏的前提下进行切换 其他最大特色就是 针对RGB灯光提供了异乎寻常的丰富设置 预设效果多到眼花缭乱 灯光支持单独关闭 可调节快慢 除常见色盘 你甚至可以通过手动输入色值来修改配色 最离谱的是 居然还有个单独关闭自冷 只开启灯光的模式 这点在捉大圈应该会比较受欢迎吧 最后平红4Pro的灯光相较磁吸板有点不同 新增的尾焰灯 既能够与风扇灯协同 也可以单独开关几次定义 拥有独立色盘 好了没有了 只能说红膜与飞制多少次点高 倘若当初最先开售的是黑砂 没嘴都犯不上耗费精力 光光拍这么多把 总体看起来 我觉得针对这三家 虽然你可以垂涎红膜的半透美色男子把 也能只求简约小巧最新飞制B7X 但如果你想要的是效能拉满 一击必杀 是任凭高温拷打 百战不改指尖梁的快意潇洒 那么或许本次的黑砂是个更把握的选择 值得关注一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订阅点赞评论收藏 感谢收看 我是大手哥 我们下期见